好啦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今天每天繼續準時的鎖定 我們實在有健康 讓我們教您如何吃出好健康 拜拜 感謝 拜拜 好了 用我的了 繼續 沒有 沒有 剛剛吃了這個養分之後 它會排出乳酸 就是很舒服的酸 對 對 就像一直在幫你打殺雞 抓得好跟抓得不好 反正一抓就知道了對不對 很舒服的酸 還好吧 剪刀煮的好吃也真不容易 現在年糕丟進來吃 你會發現它的那個 那個濃稠度太出來 那個顏色看起來又跳出來 好好吃喔 今天晚上6點到6點半 進行鎖定超市的33頻道 實在有健康 接下來播出實在有健康 今天的實在有健康 潘博士要和你分享 泡菜的健康知識 正常的酸是那個發酵後菌 這個菌很好玩 它在長的時候 它吃了這個養分之後呢 它會排出這個乳酸來 所以那個酸是正常的酸度 對 對 就像人家幫你打殺雞 抓得好跟抓得不好 那一抓就知道了對不對 太舒服的酸 太舒服的酸 我在 我在 我在講後菜的 我很認真啊 而詹姆士要教你 輕鬆做出道地韓國小吃 泡菜炒年糕 我現在年糕丟進來吃 你會發現它的那個 那個濃稠度太出來了 那個顏色看起來又跳出來了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最道地的路邊看小吃 哇 人間美味 歡迎收看 實在有健康 健康最實在 馬上來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第一位啊 這位可是前輩來 他主持了很多美食節目 而且他曾經出位一本書 那本書我一直看得很 不是很對眼 那本書的名字叫做 叫我美食千后 我們歡迎第一位 可以喔 哈囉 大家好 叫我美食千后 我是李游 沒有啊 如果你要說你是美食天王 那我就會讓給你啊 不敢 不敢 沒關係我們現在在這邊 潘老師在美食天王 那我們要歡迎第二位 他是最近要來打書了 因為他呢 聽說以前非常的黑 後來經過不斷的努力之後 現在皮膚變白了 就是名副其實的白白 哈囉 哈囉 美白教主 那白白的美白書呢 不好意思 白白的美白書呢 這本書呢 是結合了我綜藝世家的背景 還有我所學的是護理系 那我本身擁有美國的護士執障 那這十幾年 我非常努力的美白 那這是我的心血結晶 那4月27號的時候 美白教主會正式上市 希望大家喜歡喔 好 那今天的食材 吃了會白嗎 吃了會白嗎 這還用胖嗎 今天就在講泡菜了 那乙柔常常吃泡菜嗎 我很常啊 港式的啦 台式的啦 韓式的還有日式的 妳應該以前也有外景經驗嘛 對不對 有啊有啊 所以也看過蠻多老闆做泡菜 有去過韓國嗎 有有去過韓國 那韓國泡菜妳吃的 最久的泡菜妳吃過多久的泡菜 煙多久 煙多久 煙多久喔 妳就說妳吃泡菜上面沒寫日期 沒有沒有 因為通常是老闆有那種就是 剛要我可以吃的 他就會讓你先試一下味道 新鮮的那種 然後放了之後 它又會變成另外一種 比較滑順的口感 所以其實會有差別 我最久吃過兩年的泡菜 我印象中我那時候吃的是一年的 我還知道還有一個是 所以到底是煙越久越好嗎 這個會慢慢跟你講 不用急 待會我們來烤先烤一烤 好 先烤一烤 那我們馬上進入我們第一階段 跟身體健康有關的問題 好 健康隨彈烤 再來馬上 泡菜是醃製品 常吃容治癌 都錯請搶答 我都還沒說搶答咧 宜柔 錯 恭喜你答 答 我沒講 既然韓國人這麼愛吃泡菜 這種東西絕對不可能是 吃了會治癌嗎 因為韓國人就是 每天幾乎每餐都在吃 所以如果他會治癌 他們怎麼可能餐餐都吃天天都吃 好的 接著第二題呢就是 韓國泡菜辣味重 容易刺激腸胃 平常不應該吃 對或錯請搶答 我按到耶 對或錯 不應該常吃 錯 恭喜你答 對 終於腸道 這又是宋芬提嘛 對不對 如果說會對腸道刺激的話 那韓國會不是每個人腸胃都不舒服 是啊 而且韓國很愛吃辣的 我們這個東西應該出品出來的瓶頸 對 來 壓一點 好的 這一題就稍微一點點難度囉 第三題就是 嘗試容易造成腎臟負擔 對或錯請搶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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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原諒過多對 恭喜你答 錯了 所以他不會對腸道的負擔嗎 不是 這個東西你要看題目裡有個陷阱 就是說你剛剛一個小看的題目單位說 出題的瓶頸 誰的路啦 但後來他就出了 他前面有個叫 所有泡菜韓麵 韓原諒之一 但他不是所有 對 他不是所有 可是真的不知道說到底吃泡菜對我們 到底有什麼好處耶 到底能不能多吃 潘老師 不要嘗試答應我跟他講 其實喔 其實這個大家經常把兩件事情混在一起 一種叫做 發酵食物 一種叫 其實事實上呢 我們一直在講說呢 我們希望大家少吃醃漬食物 為什麼醃漬食物少吃呢 因為醃漬食物那個醃的那個字 就一定跟鹽有關係 所以我們是利用 高鹽來殺菌 然後呢 讓他保存得更久 但是呢 發酵不一樣 發酵是利用菌 在對這個食物做一個改造 所以因此他發酵完了之後呢 他還得繼續冷藏 這樣懂了嗎 懂懂懂 你看我跟你講 我這是第一次在媒體講那麼清楚 那謝謝你 對 所以我知道 泡菜就是屬於發酵食品 它不是醃漬食品 醃漬容易 但是你聽我講完 這個你當然 又有陷阱 對有陷阱 現在的這個要延長食物的時間 它不會單獨只用鹽漬或單獨只用發酵 它有些是有發酵也有鹽漬 就是有這個情況 所以你有的時候 為什麼民眾會把它搞不清楚 當然除了它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很清楚 醃漬跟發酵的差別之外 同時因為現在的東西有混著用的 所以你才會被它弄混掉 很容易被它弄混掉 對 所以如果是單獨發酵的食物呢 基本上是好食物 我們是從未反對過 那如果是單獨醃漬的食物呢 我們一般是反對 因為我們認為太鹹 太鹹 但是如果說你在處理過程當中 能夠把這個鹹拿掉的話呢 也還好 也還好 對 所以類似像什麼臘肉啊 什麼魚乾啊 都是醃漬 因為它就是以前的人 為了要保存食物可以久一點 都用大量的鹽下去殺菌這樣子 你看這個厲害 真的 不是 這個小孩子還是聰明 那其實事實上早期 我們人類怕飢餓嘛 所以當我們豐收的時候 總想到飢餓的時代 所以我們希望將它保存 那但是現階段保存術最好的方法 其實是罐頭 罐頭是最好的方法 罐頭 因為罐頭是真空殺菌之後 真空包裝 所以它那個 它可以維持多久 你知道你會非常驚訝 它甚至可以 維持到上百 蛤 維持到上百 我都熟了那麼久耶 對 上面的保存期限只是參考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曾經就有發現過 在歐洲大陸的這個土壤裡面 挖出一個罐頭 發現它的製造日期 是大概將近百年 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它因為真空之後 它細菌都沒有辦法進去嘛 所以它就可以維持 只要你那個 外頭的鐵罐還完好的話 我們常常看 鐵罐上面就比較有效期限三年 是這樣寫的 那可是它是不是可以放那麼久 如果說它的細菌完全進不去的話 可以那麼久 因為沒有空氣沒有細菌 它就是完全真空啊 我現在了解喔 對泡菜大概有些了解 所以剛剛是屬於身體健康方面 我們現在進到第二階段 我們來考一些跟料理有關的 相信美食天空應該蠻厲害的 哇 為什麼都要把壓力給我吃上 我只不過就是愛吃嘛 也幫大家介紹啊 愛吃多看就有機會啊 對啊也是要多學啊 所以我是來這裡學知識的啊 學常識的 會講話 好 我們馬上來進入我們第二個 這個健康水糖烤 好 麻煩可來 好 第二階段的健康水糖烤 第一題就是 韓國泡菜醃製時間越久 吃起來越鮮甜 背後錯誤聽一下答 宇柔 對 恭喜你答 究竟醃製越久的韓國泡菜 會越鮮甜嗎 黃高回來告訴你 等一下詹姆士還要獨家公開 泡菜炒年糕的好吃秘訣唷 那年糕煮得好吃也真不容易 不容易沒有啦 很簡單 但是很難入味耶 最主要是哪邊是這個步驟 現在年糕丟進來 你會發現它的那個 那個濃稠度太出來 它那個顏色看起來就跳出來 好好吃喔 究竟那一鍋水有什麼重要配方 能讓泡菜炒年糕很好吃呢 觀光回來 詹姆士獨家告訴你 第二階段的健康水糖烤 第一題就是 韓國泡菜醃製時間越久 吃起來越鮮甜 最後錯請搶答 宇柔 對 恭喜你答 錯了 不是嗎 他剛剛說他吃過兩年的耶 兩年不代表鮮甜啊 你應該是會越鮮甜 那我問一下 那你吃到兩年的味道怎麼樣 不急 我待會再跟你講 來 第二題 好 第二題來囉 第二題就是 泡菜買回家應該放在冰箱冷藏保存 錯請搶答 放在冰箱保存其實可以不用 是嗎 要放在冰箱保存 對 恭喜你答 對啦 你救了你自己一命 真的 要放在冰箱保存喔 第三題來囉 第三題就是 煮泡菜的時候應該要汆燙去除雜質 錯請搶答 答 錯 恭喜你答 對啦 對啊 我是 你輸給了美白菜 不是 我是速度慢一點 我其實都知道 對… 其實我們在講 韓國泡在醃漬的時間 越久越鮮甜 這個我是真的不太清楚 它有分什麼你知道 其實韓國的泡菜 因為我們去韓國的時候 我們去那個攤子 那個攤子差不多 最起碼有20種不同的泡菜 對啊 對 那韓國人稱這個泡菜叫做 永遠不會壞的菜 他們這麼認為 那他們現在已經發展到 專門在冰泡菜的冰箱 那個溫度啦 裡面的濕度的控制 那醃酒跟醃不酒 差異性罪名可能是 剛開始會有硬度 因為就像我們講到醃菜一樣 比較脆 比較脆 可是越久它就越爛 然後會比較透明 對 所以你去挑泡菜的時候 因為台灣比較沒機會 可是你去韓國去看的話 如果說泡菜是很透明的 而且有點顏色比較暗的 那個就是比較久 放比較久 對 那他們覺得說 醃了兩三禮拜那個泡菜 拿來生吃是最好吃的 然後時間拉久 拿來煮湯拿來炒飯都很好 難怪我們在家裡 自己做那種台式泡菜 通常什麼沙巾幾個小時之後 做啊可能放到隔天 其實就可以吃了 對啊 它其實很快 那你如果說你願意再放一下 再放大概兩禮拜三禮拜 其實它更好吃 更入味 對 所以不是說 越久它越鮮甜 沒有 而且它酸度會越來越多 酸度會越多 那這個酸度就是藉由草的時候 它的酸度就會拿掉 對你看 來這裡就學到很多 對啊 那我不知道的 可能觀眾也不知道啊 就藉由答錯 然後大家就知道了 用心量補 對 真的 美食堅厚 對 就是幫大家邊吃邊介紹 那剛剛講第二個嘛 就是泡菜應該放在冷藏寶 這個是一定的 因為它是發酵的 對 而且有時候 我們去外面買了那個泡菜 它現在有比較方便的 就是一個盒子 然後一個塑膠蓋 有沒有 人家一些韓國館子 對 那時候我們買的時候 拿回來的時候 可能冰了大概 一個月 兩個月 你就覺得說它應該壞掉了 你就不敢吃了 就丟了 其實它是沒有壞 可是你要記住一件事情 你不能 比如說我夾了這個東西 我含到嘴巴裡面 我再進去夾 不能讓口水放到水裡 口水進去 它就開始變質的發酵 是不是 潘老師 因為有菌 因為那個啊 它那個嘴巴裡面的那個 菌就會讓它裡頭產生 不同的發酵效果 我們口腔裡面 隨時任何時間都是 大概幾千幾萬個細菌在裡面 對 所以它會讓那個菌種產生變化 所以無論在挖什麼 任何罐頭的時候 都要用乾淨的 而且是乾的 對 不能是有水分的 下去挖它 然後趕快把它封起來 才可以保存比較久的時間 那通常來講 像就是這種 致病菌 就是屬於這種會發霉的這些菌 它搶食物的能力 都比這種液菌來的強 就是一個菇菌跟一個怪怪學生 所以它只要有兩顆進去 就可以把它全部都推光了 所以就慢慢的就越來越差 越來越差 然後另外它生長的環境 一般這種惡劣的細菌 通常溫度需要比較高 所以你如果說沒有放到冰箱 然後又汙染 那很快就完蛋了 有沒有吃過好吃的泡菜料理 潘老師你有沒有吃過 我記得是 最愛吃的就是這個 泡菜炒年糕 辣炒年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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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韓國的道地的小吃 這個我待會再跟你聊 我整個好吃 餵咧 我其實就還滿常 因為我自己本身 就非常喜歡吃泡菜 然後我在家我覺得 家裡如果有一罐泡菜 其實像我就是會先爆炒薑絲 然後就放那個豬的里肌肉 炒一炒之後就加泡菜下去炒 然後就看那個鹹蛋度 可以再做一調整 就可以起來吃了 然後有時候我甚至用那個泡菜 來煮冬粉啊 或煮火鍋 其實就很便利 味道又很讚 好東西 但是外頭買的 我們很擔心 就是我剛剛姐知道 它如果純發酵的 它鹽巴不用放那麼多 但是有些人很奇怪 他就因為怕它壞 所以放了一堆鹽巴在裡面 而且它這個酸 而且它這個酸又不一樣 它如果正常的酸 是那個發酵後菌 因為這個菌很好玩 它在長的時候 它吃了這個養分之後 它會排出這個乳酸來 所以那個酸是正常的酸度 就是很舒服的酸 對 對 就像人家幫你拿沙雞 抓得好跟抓得不好 那一抓就知道了對不對 所以舒服的酸 我在講泡菜 我很認真啊 因為你說吃進去舒服的酸 跟那種可能大量讓你要想要有酸的感覺 那不一樣啊 那感覺就不一樣 像韓國泡菜的酸 它的酸其實我個人覺得很特別是 你吃下去它的酸還會帶微微的嗆 那個嗆你就知道說 人家嗆上的味道 它就覺得這是很新鮮的嗆 對 可是有一些你說 淹過太久 可能放了醋進去 那個吃起來就真的不一樣 不一樣 白白呢 其實美食都很會做菜 白白你會做菜 我最近有在很努力的在學習做菜中 然後我其實我也會用那種泡菜來煮湯啊 煮火鍋 然後就會放那種比較久的泡菜 就會稍微酸一點的來煮湯 我就覺得超好吃的 聽起來好像也真的會做 對啊其實泡菜裡面有很多維生素C 其實對美白是有點幫助 真的 好不好 那我可以回答你剛剛的問題 那我現在想要請教你 說泡菜炒年糕啊 今天到底你要做什麼菜給我吃啊 你剛剛就講啦 我想說你是不是知道我要做什麼東西 真的假的啊 對啊 你最愛吃的我今天就做給你吃啊 對 感謝 是不是 感謝 我現在就是泡菜年糕 馬上進入我們的健康上菜 馬上做我們的泡菜年糕 不得了 剛好可以來學一道 因為我覺得那年糕要煮得好吃 也真不容易 不容易 沒有啦 很簡單 而且很難入味耶 很簡單啦 真的嗎 對啊 最主要是哪邊 是這個步驟 很多人認為是這個步驟 在炒的步驟 其實是這個步驟 這個步驟是要做什麼的嗎 這個要 煮年糕 煮年糕 對 對 因為其實像你現在拿的那種 是一般那種 這是寧波年糕 對 就是寧波 這個是鹽嗎 可是到底是買回來就可以直接用呢 還是要先汆燙呢 還是直接放下去炒呢 在最短的時間裡 把年糕煮到它入味 最快的方法就是下去煮 而且要煮到什麼 跟湯圓一樣要煮到它 它脹起來 它脹起來之後 等於是它裡面的東西 一直往外釋放 你把它丟進來的時候 因為熱脹的人 所以它一縮就進去 但是你剛剛有加東西進去 鹽吧 好 那我們放一點油 不要多 不要沾黏 最主要是不要沾黏 那這要煮多久的時間 用看的 你就不用理它 然後一直把它整個膨起來就可以 好 對 那你不用去擔心說它會煮老 不會 不用擔心 那一樣我們現在就把肉放進來 這是梅花肉 那肉油脂已經夠了 我們也不要再加任何油料理 其實你這肉是滿瘦的 對 所以像現在這樣膨起來 這樣有嗎 浮起來 你待會兒看看它會脹 浮起來 對 好 不是因為我怕有些人會想說 是不是像湯圓一樣 浮起來就可以撈起來了 沒有 對不對 水餃或是湯圓也是一樣 浮起來不代表它熟 你要整個要膨 要鼓起來 要鼓起來 像水餃的話就是它水餃 那肚子的地方要膨起來 裡面是完全瘦的 所以我是代表大家發問 對 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膨起來就讓大家看 到底膨的跟沒膨 是怎樣 所以我們現在完全不用浪費時間 這樣邊汆燙我們的年糕 然後邊來炒肉 對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可以把 泡菜放進來 對 那有沒有做這個比例呢 比例的話你現在我會建議先放梗 梗就不能先放 好 像這個比較粗的梗先放 然後它會增加一點水分 因為我們現在在炒就有點乾 我會分兩次放 好 然後蒜 像是這個 在很多的泡菜 韓國人吃很多的大蒜 對 而且吃蒜頭好 對 對生死健康 好香喔 真的喔 所以其實我在家就是基本上就是 可能包一點薑汁 然後加肉加泡菜 這樣可以變成你倒菜 這個是韓國的辣椒醬 不會辣 對 這個不會 這是甜 像紅味噌那樣 它這是怎麼做的呢 它就是跟味噌一樣 只是它裡面放了一些辣椒一起下去 做成味噌 所以它把它紙拿掉 那它味很鹹嗎 它會有一點鹹 一點鹹 所以不是死鹹的 它會帶一點甜在裡面 所以其實鹽巴都要最後才調味 對 我們到目前現在都還沒有真的調味 沒有 因為泡菜也有鹹 辣醬也有鹹 好 然後這個辣醬炒完之後 你看它有點鹹甜 對 可是這個就是它會變紅色 你看 對 然後把雞湯放進來 好 雞湯大概跟我們的食材 差不多高度就可以了 你現在就是看它裡面 大概多少分量 我來把它撈起來 所以我現在可以把它丟下去了嗎 對 好 真的是賢虧 對 你不知道 我每天都很想在廚房裡 會的 真的 你嫁人了一次之後 你就可以每天都在廚房裡吃 那我們現在年糕丟進來之後 你會發現它的那個 那個濃稠度開始出來 因為年糕本身它有澱粉質 它澱粉質 它澱粉就會讓它一個像勾芡 勾芡 對 看起來好好吃 這個是豆芽菜 豆芽 銀芽 大量的豆芽菜進來 好啊 所以今天我不加豆芽菜還可以加什麼菜 什麼都那個菜 都可以 都可以 我這豆芽菜真的是很漂亮的 對 有挑過的銀芽 因為我喜歡那個豆芽菜才脆感 脆感 對 豆芽菜很快 所以你現在這個豆芽菜放進來之後 我們要 來 為什麼 對 到底詐姆士還有什麼同家秘方呢 我剛回來告訴你 高地夠溫的泡菜炒年糕 好吃的讓可以揉停不下手 哇 人間美味 這銀芽脆度剛剛好耶 好脆口喔 老闆再來一盤 這邊也不要在裡面 老闆再來一盤 老闆再來一盤 好好吃喔 好棒 保證酸香夠味 讓你口水直流的泡菜炒年糕 你千萬不能錯過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所以其實這個豆芽菜 你現在這個豆芽菜放進來之後 我們要放第二次的泡菜 為什麼 因為第一次的泡菜放進去炒過 所以它的酸度也不見 乾度不見 所以我們放第二次的泡菜 是要補足我們要的那個酸度 所以如果想要酸一點 是不是也可以加那個汁 像現在這樣 然後那個汁上去 對 然後稍微加熱一下就可以了 而且那個顏色看起來 就跳出來了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所以其實在家裡要煮一個年糕 可能十分鐘就可以 很簡單 很簡單 上桌了 對不對 哇 上菜囉 好香喔 那湯汁顏色好漂亮 而且你看包括它那個湯汁 就是那個年糕釋放出的澱粉皮 就有自然勾芡的效果 對 有效果 有你在這邊我好輕鬆 我都不用解釋 真的 因為我對做菜也很有興趣耶 好 來試試看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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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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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酸度會比較夠 對 又酸又辣 而且我覺得最後加下去那個銀牙 整個很清脆的感覺 其實讓這一道吃起來會變得很清爽 對 在美國 美國有一個很有名的雜誌叫Health 健康雜誌 第一名 不是第一名 一個 其中一個 所以我說泡菜真的是好食物 不僅還有很多的 就是說它冷凍吃的話 有很多的乳酸菌 不是就是有抑菌 然後你煮熟吃的話 還有很多的這個特殊的口感 它本身它就有高的纖維質 因為是蔬菜 對 有很高的纖維質 對身體很好 而且辣椒本身也行血 老闆再來一盤 日本 這邊不要跟你 老闆再來一盤 在日本人也常講說 吃辣椒是可以瘦身的 可以讓 住近代嗎 好 然後取得喜歡也好 所以泡菜其實我們現在在台灣 真的很方便 不管是中式的泡菜 對 或是比如說韓式的泡菜 很容易買到 都買得到 只要稍微用一些心思去觀察一下 到底哪一個國家這個食材 怎麼去利用 我們來做的一道這個泡菜年糕 超好是很簡單 真的 超簡單的 自己在家裡做還可以省錢 說得好 真的 好媳婦 這個時候 當然也希望白白的蘇打買 好 好不好 越吃越白 我以為你要說 你剩白白可以變成後幸福 你還 你還早吧 所以我就跟她一樣白 加油 加油 好啦 那今天就謝謝兩位囉 謝謝 謝謝老闆 我希望大家每天進去主持收藏 我們實在有健康 讓你如何吃出好健康喔 拜拜 拜拜 健康 合格 affir 欠反對 不錯 實在有健康要告訴你 減肥時吃蝦子最好啦 蝦子裡面大家都知道 它的蛋白質很高 只要不吃蝦子 буде 這樣不是還要教妳大家 輕鬆煮豬度滑蛋蝦仁喔 做吧 很特別 對啊 沒合過 這一碗真的很好 這蛋滑得剛剛好耶 哇好香喔 真的 跟外面睡的真的差好多 明天晚上六點到六點半 進行鎖定超市山山頻道 實在有健康